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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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人命 谁的命啊 贝勒爷 咱兵部的人哪 别看面子穷 都是大爷脾气 那吃点心都不吊肠 吃肉都不带瓶 甭跟我打比方 我懂 冰部的差事跟别的地不一样 都是奢欠来的 大家伙都想盼着一个大事由来钱 一下子就把账给平了 每年五官的生前考核这是长年的尽下 可是就没有大的呀 好不容易盼到您打大胜仗了 可是您那五叔他 弄死我五叔 也没什么不好 不过别让他死得太难看 什么毒死啊什么 你就看着办吧 这您真这么想啊 我还真这么想了 怎么着 这大胜仗都打了 我都明吹千古了 这大清国倒成了他的了 平时跟我捣乱我还能让他一回 这回我可是大胜的洋人 多年的玉姬之利器 我一扫而空 这个时候跟我捣乱 你说他还不该死吗 玉露 我可告诉你啊 我刚才说的可都是客气的 你要是想不出办法 我替你找两个死士 贝勒爷 他死的事咱们往后再说吧 我真是恨他入骨啊 可眼下这老太后还没跟他瞪眼 这事咱还不能干 玉露 你们这兵部 这回戴了多大的帽子 贝勒爷 我们已经很客气了 平常啊 咱们是百两拿六两 这回您五叔来了 好 一百两我们才拿了五两 就这样 他还把印拿走 五七三十五 三十五万两是吧 哎 贝勒爷 您说这算多吗 这要搁的别的步 比方说工部 是多了点 可是你们是咸衙们 那就不多 哎 这样吧 你先回去 我先让人找着 你回头等我的消息啊 我前听贝勒爷的 我前听贝勒爷的 你盯着我干嘛呀 当家的 我不看你看谁呀 你就说什么时候能有条鱼吧 甭管大小 好歹的 哪怕是条咸鱼 它也是条鱼啊 何止你生这火等着我这鱼呢 那你以为呢 要不咱跑这儿来干嘛呀 什么都没带 吃什么呀 我当有吃的呢 你要这么说我赶快把钩拴上 这么半天了 你还没挂钩呢 那你干什么呢你 我这 我 人家啊 这不在钓鱼 这在江山设计呢 你别损我啊 小黄 我损你干嘛呀 你这个人不宜像是硬弓大马吗 今儿怎么犯嘀咕啦 五哥 就你这模样 你既不像钓江山的江太公 也不像钓清高的颜子灵 谁 谁江太公 谁颜子灵啊 我就告诉你吧 那些宝状啊 账本啊 十项里有九项都是假的 五哥 什么都甭说 什么都甭说 让我清静清静 五哥 你根本犯不着这样 小红啊 我说这圣仗这事 这本身就没准谱 现在又出了个奏销 叹奶奶的 难死我了简直 不行就揭穿他们 那又怎么样 揭穿他们 哪那么简单啊 你说咱们大清国 多少年没打过一次胜仗了 你瞧瞧南边这一仗胜的 好家伙 你看看上下大伙这份乐 这个高兴 我把这事翻过来 这不给整个大清国人添赌吗 二一个 其实说心里话 军功宝骗 勃与不勃我没夺的所谓 可就这奏销 我觉得呀 这里边有人戴帽子 背不住 还就是太后自个儿 五哥 什么叫戴帽子啊 朝廷多年的积析了 就是朝堂之上逢有大事 比如说这个征战哪 大公啊 上不了台面的账目 就混一块奏销了 就像是有人戴帽子 他必定不是头发不是 就这 我懂了 你的意思是 戴帽子这种 许就是太后自个儿 贝勒爷 外边还有很多人等着见您哪 都先回来吧 就说我战场上的伤病发作了 需要休息 回头我挨个儿见他们 得嘞 蓝少 这徐治安干什么呢 怕呀 一个人再傻乐呢 哎 有个丫头 我记得是我额娘房里的 长得还是很不难看的 准备点香烛 我想收她做干妹妹 这 您这是干吗呀 我打算把她嫁给徐治安啊 哎呦 贝勒爷 您还是别使这招了 这万一要再出个小红 那受得了吗 这和服上下的事 他可都知道 那不就麻烦大了吗 那 贝勒爷 您有多少个拜靶子兄弟 好 拜出来个吧 那不在乎就多一个呀 嗯 好 那就这么办了 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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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哎 哎 我是想 这次不是因军功得了保状吗 我是不是应该先把谢恩的折子写好了 来生 我早就说过 老徐才堪大用啊 而且 他有个长处 就是他不是白眼狼 重交情 嘿嘿嘿 老徐 怎么样 在我这儿 比在老五那儿强多了吧 哎 贝勒爷 老五这个人哪 你别看他表面 炸炸轰轰骂没咧的 其实他是个菩萨奸长 只是 哎 他 扶不起来的颈绳啊 哎 还有啊 他把你当成了 雍长之辈 哎 哎 算了吧 咱们有话就直说吧 老徐 哎 我想让你办件事 哎 贝勒爷请讲 哎 哎 我想先听听你的意思 哎 这保状下来了 分发下去 你打算 怎么办啊 至安久已留心立志 此番若能蒙重用 我自当历经屠治时 走福一方啊 至安 好啊 说得好 好好好 哎 贝勒爷 那事呢 啊 那事啊 哦 呃 至安 你这个报复是好的 不过有一句话 你总应该知道吧 叫朝里有人好做官 这里边的道道 你总该清楚吧 哎 贝勒爷 如蒙不弃 愿引贝勒爷和四王爷 背傲缘 好说 好说 这蓝笙已经把香烛都背好了 咱们就开始行礼吧 至安 这以后 咱们可都是一家人了 您比我年龄大 我应该叫您一声哥哥了 哎 贝勒爷 您要跟我背拔杂 您要跟我背拔杂 可是 您要是有半点外心 这祖宗的神灵 可就会降罪于你 这 你懂吗 嗯 嗯 不然啊 你这头磕下去以后 今后我可就管你叫哥哥了 啊 这哥哥 可不是白叫的 这兄弟情义 你也知道 如果要是做了 有备于兄弟情义的事 那 我可就要用家法了 啊 一间房多少钱 多少钱 您有多少钱 钱我们没有 不过 我们倒有些药材 不知道 能不能顶 我说 您可真会开玩笑 我们这是客栈 又不是药铺 您啊 走从门了吗 你这点垫钱 我也不会欠你的 你干嘛这么刻薄 刻薄 哎呦 您可真会夸人 这年头做生意 不刻薄点行嘛 我还告诉您 住店先付钱 这是没法子的事 谁让他老有人欠这店钱呢 我们很累了 能不能给我们上碗汤面 然后 我们就走 实话告诉您吧 房是现成的 汤面也是现成的 什么都是现成的 不过啊 得先有钱才行啊 您啊 还是出去吧 您在这儿 我们没法做生意啊 你这是干嘛 你这只客栈 又不是大内 要不我怎么说 请您出去呢 怎么着啊 想动手啊 怎么着 撒野啊 您几位我看 是从乡下来的吧 告诉你 这是京城 不兴你们这一套 你们要敢在这儿撒野 我御史台和布军衙门可都有熟人 要不然 你先给我一刀 我再报啊 谁呀 不许胡来 你看这个值多少钱 枪 这什么枪啊 先把这个押在这儿 药材 你再到药铺问个价 他 这徐志安还真是个人物 他呀 就不知道自己几两重 让他巡抚一声 那不得乱了吗 话可不能那么说啊 现在的都府 有几个明白人 军工出来的 那不用说了 余满无知 汉林上来的 除了驱败请安 别的他们什么都不会 还真要放他的差事啊 不仅要放 而且要早放 放得越远越好 兰儿 炉子里怎么没起火呀 把火升上 升火干嘛呀 煮你还是煮我呀 一会儿有贵人 给咱送吃的过来 白火升上 咱别喝凉酒啊 喝点热酒 还贵人 谁给咱送吃的呀 胡叔 胡叔 瞧瞧了吧 来了不是 还别说啊 这地方还真不赖啊 小朕子 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菜是寻常 可是这酒 那可是柳泉居的山东黄 好东西 咱们找个地方慢慢聊聊 来吧 烫酒 好 上菜 哎 我说小红小姐 你这不错眼珠子 老瞅着我 可留神 让我五叔待会儿吃醋啊 哎 小朕子 你要找山 咱这大嘴巴可现成 哎呦 五叔我这跟您斗闷子呢 您别当真啊 哎 小红小姐 这一次大战归来 我是不是又添了几分鹦鹉 啊 鹦鹉不鹦鹉我没看出来 我倒是瞅你 越来越像那个猪参将了 这猪参将 哪个猪参将 啊 猪山墩 猪山墩 猪山墩不是早就死了 早就临阵脱逃 投到羊人那边去了嘛 就是你这时候提那个叛将干嘛 想添堵是不是 贝勒爷 朱将军是死是活 你最清楚吧 小红 你要是想胡闹 我可没心思陪你啊 行了 小红 你先出去 帮着你拦截石头石头 啊 奎娃 你也出去 还有你 都一块出去 老五 不 我得问问他们 为什么把老徐给藏进来 五叔 我是来跟您说话的啊 可不是来吵架的 奎娃 你先出去 小针子 酒可是好酒啊 这俗话说呀 人品酒品来不得半点虚假 怎么着 来点儿实诚的 胡叔 我今儿来啊 没别的 就是想掏心窝子 跟您搁点儿实在的 好 我就爱听这个 好 我看你拉这个脸啊 你还挺高兴的啊 你还别说 我看你拉这个脸啊 我就直说了吧 一个字儿 漏子 饿 蓝姐 您这没白跟老太后同名呢 您这刻薄劲 快跟老太后差不多了 我跟你说 就那老婆子她还甭想招我 招翻了我照样不拎秧子 老五当初要是让我跟着君前去 小振子甭想跟我玩什么花活 可您呢 大老远的溜达一趟逛了一回景 什么事都没摸门 我就不明白了 你平常那点机灵劲 怎么到他那全没了呀 蓝姐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那我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在镇前 那珠山敦将军和他那两个手下 突然就失踪了 后来一提起这事 那镇贝勒总是支支吾吾的 一会儿说战死了 一会儿又说投敌了 再说了 这人也没地儿找去啊 那我们再怀疑能有什么招啊 可说的也是啊 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不见人不见尸的算怎么回事啊 五叔 您这是憋着把我灌罪套我实话啊 哦 也是 该我了 我干搂成了吧 成 小朕子 又轮到你了 伍叔 我喝了啊 行了 小朕子 咱这迷魂汤也喝了 开始说酒话吧 实话告诉我 这大晟到底怎么回事 伍叔 从哪儿说呢 伍叔 您瞧我这身上的伤 就你这个 我 我身上还有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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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叔 这振钱不比平常 那可真是枪林淡雨 一点都不含糊 我瞧你刚才那个 都像是别人给掐的 哎 伍叔 您是打算看着我 被别人给打死 您才高兴是吧 伍叔 今儿我不如喝了点酒 您值得的这一仗 是一扫大清国的晦气 这朝堂上下同声称赞 您是看不上眼 那我也没有办法 行啦 小镇子 别累着 我知道你那意思 您现在是朝堂之上 鞠躬至伟了 我算什么呀 一个稀勒糊涂的伍叔呗 哎 伍叔 这可是您说的 我可没这么说 甭见 甭客气 换成我 我也长脾气 您没错 伍叔 不 您就别挖苦我了 我没功劳 我还有苦劳吧 行啊 我问你叫真的 这第一仗 你是怎么打的呀 第一 这第一仗乃是奇蹊啊 我下车一时 就想好了对敌之策 于是 我就带着崔兰生 奔向前方 巧了 正赶上敌人来偷营 我一看 全是洋人 不由得我心徒之火 蹭蹭地往脑门那上撞 我就带着兰生 拿着枪冲了上去 你等会儿 就你跟崔兰生俩人 你们俩就拔出枪 冲了上去 两军阵前勇者胜嘛 再说当时在黑暗之中 敌我情况不明 机会肩不容发 我冲上去猛开枪 我打得鬼子心神丧 打得大气美名羊 我打得洋人 挡了个挡了个挡了个挡 挡了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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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 挡了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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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 挡了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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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 可是您惹得不痛快 我引起来的 我引起来的 我再问你几件别的事 得得 您甭问了 您再问我什么也不说了 朱飞您别再敲了 行 我不敲了 我问你小镇子 头一波冲上去的朱山敦将军 他上哪儿去了 胡叔 您再不要提起此人了 提起他 我这心里就恨 为什么恨呢 他振前不与我作战 他胆小 临阵脱逃 您说 我恨不得要亲手宰了此辽 什么叫辽啊 辽 辽就是畜生啊 他临阵脱逃 那不是畜生 那什么呀 五叔 您叹什么气啊 不瞒你说呀 小镇子 我也恨不得亲手诛灭 这个临阵脱逃之疗啊 五叔 这镇前的事 咱就不扯他了 我有话直说 您把那兵部的印带走了 现在是奏消的不能奏消 就升迁的不能升迁 您看 您是把这印还我呢 还是我禀明太后 就说这印丢了 回头再祝个心哪 小镇哪 你甭糊弄我 我知道印丢了不是小事 我给你 行啊 我给你 慢着 我得问问你 小镇子 咱们这回 又打算花老百姓多收钱哪 胡叔 您这是什么意思 咱不实话实说吗 这历来挣钱都是迷废之处 那奏销多少 他也不是我说了算呀 那谁说了算呢 您说了算呀 你胡说 胡说 这账和这宝片 那都是徐日安做的 徐日安是什么人啊 是您的人哪 那您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呀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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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不说了 那宝片上写的 真是冠冕堂皇啊 还别说 我老哥这文笔还就是好 他都成你老哥了啊 治安呢 他非要跟我拜靶子 没办法 我这拜靶子兄弟太多 可是呢 也不在乎多这一两个 小朕子 那是不是 你老哥把该抹的缝也都抹了 该堵的窟窿也都堵了 你啊 你是真像你阿玛呀你 五叔 您这叫什么话啊 你账上有七百万两啊 行了行了 我也懒得看你们那账 小朕子 咱这么说吧 一刀划一干 我就给奏销六百万 五叔 这可是您说的 怎么着啊 咱这儿买菜呢 还在讨价还价呢 得 我什么都不说了 哎 哎 这这什么 这菜怎么还没上来 太慢 哎 我说 那我就不等了 我还急着办事儿 哎 咱们回头见 回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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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事儿办妥了吗 婶儿 您忙着 我先走了啊 自个儿带的菜都不尝一口 屁股没做热就走啊 哎 不吃了 我还有点急事儿 回头 您陪我五叔多喝两杯 占我们家老我便宜了吧 这您就说错了 我怕他 我真怕他 连我阿玛见他都低头 更何况是我呢 哎 事儿 我跟你说啊 你可千万留神着点 这个小红 不是我说坏话 这女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她原来她就 她就有一腿 现在又 我五叔那也不是坏人 可是这男人身边 就怕有坏女人 小镇子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儿 哎 哎 我我这还有急事儿 回头咱咱细聊啊 哎 小镇子 这老五这可是够混蛋哪 来车 说几件事前 你还别不服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一百万 哪儿弄不着一百万 一百万买个万世功名 贵不贵啊 不贵 可那是那一百万是咱们孝敬老太后的呀 咱不拿了 这兵部再减十万这不就凑够了吗 那合着咱们这次就不拿钱了 这点钱算什么呀 咱们先逗太后高兴 再落个名声 将来这朝局有我把持了 天下都是我的了 还在乎这点钱 得嘞 贝勒爷 我们就盼着这一天了 好 五哥 什么都甭说 什么都甭说 我也不想听唠叨 我也不想说话 我就想一个人清净会儿 你要招烦了我 你能怎么着 你就让他们把义拿着 乐呵呵地走了 那 那不拿走能怎么着呀 回头太后亲自跟我要 我不还得给吗 这我好说歹说 拿了他们一百万两银子 这就 小红啊 你说这是多呀 还是少啊 少 少点 你 你真是气我不带打稿的你 就我这么个脑袋 我跟他们斗成这样 不理了 够了 不够 小红啊 我 我真是替你将来发愁啊 我 我以后怎么了 您将来亨是得嫁人吧 嫁人您总得嫁个男的吧 这男的最得意的事 就是女人夸她 你就夸我一句 我又不是你的女人 我夸你有什么用啊 看你这话说的你 别有怨气 别有怨气 我哪有什么怨气啊 你对我也好 嫂子对我也好 除了嘴有点厉害以外 得嘞 念好就得 念好就得 五哥 其实这盛长的事 我觉得有两个人能说明白 一个是徐志安 还有一个就是朱山墩 这朱山墩是不知去向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剩一个老徐了 老徐 老徐 老徐现在是有点乐不思蜀了 有点牙 大人 您这可得能够好礼子 好吗 一生之尊 不能含糊了 让下属看饼了 安上啊 不必了吧 为官好坏不在衣服上 哎呦 我的爷 您说这话 给别人听还可以 在这儿就无必了吧 爷 您自己节省可以 您别忘了 您现在是贝勒爷的哥哥呀 回头让人瞅见 您这穿着打扮 丢了王爷家的脸 那可不成 可 可我现在尚未复任哪 由结拜那天起就算了 我说啊 这个账都记在贝勒爷身上了 我们是一家人 咱们不说两家话 请 老徐 陪我 我 行啊 我三番五次的找你也都不见 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事吗 老徐 老五那儿可有急事 你可倒好 躲起来了 什么事啊 我 魁武 这徐爷可不是你们家的家奴啊 请您放尊重点 村连生 你是做狗的 也不用拉上老徐做狗吧 你 魁武 你 你不要仗着你胳膊粗 你就敢胡说 我胡说什么 这 魁武 对 我跟你走 徐爷 徐爷 你不能跟他去 他没安好心哪 现在逼不到松前了 我跟他走 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不 老徐爷 哪儿去啊 咱家在那边呢 我说给老五买点东西 比较点心意 心意 这还有心吗 老五是谁啊 魁武 我可是一人再人啊 我 我不去了 我 回去吧 你就把贝勒爷那儿当家吧 魁武 好 您慢点 您二位看点什么 看七七罐啊 那我们这儿可有好的 您看看这个 这可是钱明的做工 您看这儿 宣德年的 上边还叼着花纹呢 非常好 来利好啊 多少钱 您呢 以前没照过我们什么生意 谈不上交情 不过呢 一看您就有缘 六十两 不要了 哎 我说老徐啊 这么一个破缺缺罐六十两 这也推贵了吧 包儿啊 老五 我把老徐叫来了 徐志安 混蛋 你他妈就是混蛋 你说你是不是混蛋 还学会了跟我玩勺子伴了你还 王爷 王爷 徐志安 这香有礼了 老徐 你改唱戏的呢 我告诉你少来这套啊 王爷 我这次来是个您老辞行来的 我知道啊 我也看见了 宝片上宝的你嘛 你现在是喝了披霜再上吊 底气足说话也硬去呀 王爷 您不请我坐下喝口茶吗 徐志安 我还得让座请你喝茶 是吧 你他妈的你 行啊 徐志安 没白打回仗啊 你学了点子硬气回来啊你 王爷 您打我是应该的 应该的 我打死你就跟踩死个癞蛤蟆 差不多 你知道吗 绑了绑了绑了 搁拆房去 让他想明白再跟我说话 好 走走走走走走走 王爷 我跟你带来个玩意儿 走啊 我走走走走 麻胧 不许给他送饭 送饭 我送他一百个耳光 骂死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 安洁 姓徐的 老五平时怎么对你的 你不是不知道吧 你还有一点人心没有你 这么多年 我们养你 我们供你 都可以不计较 你知不知道 你辜负了我们的情意啊 兰姐 我没有辜负你们 你那还不叫辜负啊 兰姐 人各有志啊 我读了一辈子的书 就是想 求个一官半职的 我如果被情意给拴住了 我什么事也办不成啊 兰姐 你说 韩信对刘邦 讲情意吧 被吕后给杀了 岳飞对皇上讲忠意吧 被秦魂给害死了 行了 行了 就你也配跟人家比 兰姐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一辈子 可能就这么一个机会 我若是放过这个机会 也可能是一个好人 我可能对了几大家 可我对不起我 我十年的寒床之苦 那也不能去投靠他们呢 朕背了 那小朕的是什么东西啊 兰姐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 他们为什么对我好 我心里清楚 我心里清楚 可我现在要卖的东西 可我现在要卖的东西 只有他们才能买得起呀 贝勒爷 您这翻来翻去的找什么呢 我在找 这前朝名将的封号 我看看我叫个什么将军好呢 不能太难听咯 但是也不能太粗忙 贝勒爷 我求求您 您把这将军的事忘了行吗 现在老徐都让他们给抓走了 我看千川的岸 在最后放了 不过 我看看 你的 不过 你们 现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